在圆圆她们老家 要是改变一个什么亲属关系的话 要给一个什么叫改口费 改口费 咱们要改口费干什么 拿钱拿来拿去不好看的 我就想个办法 送她个什么礼物 想了半天 因为圆圆这孩子平常她很上进 她也希望多多能够充实自己 她是搞会计 出纳这条路的 所以我在想 我干脆 我给她报个名 到财经学校报个名 就当成是一个这个礼物吧 你呢就就就去上课去 高高兴兴去上课 学费我都交了 这是入学通知 谢谢周爸爸 谢谢周爸爸 不客气不客气 我就希望你好好用功 未来平平顺顺 爸 这礼也太轻了吧 换做是我 您这么点礼 我才不认您这个爸呢 这什么呀 保险 我闭嘴 投保人周开启 被保险人李圆圆 受益人刘希娜 妈 周爸爸给我买了一份保险 谢谢周爸爸 不客气不客气 小刘对不起 这我也是私底下做主 没经过你同意 我总觉得这样对孩子 有点安全感 未来不管是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他都能够好好地往前走 就大人就希望这个 爸 您这算盘打得可真好 既规划了他的现在 又保证了他的未来 我现在都开始羡慕嫉妒他了 我们家俩怎么没这待遇啊 你们家俩 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啊 我 我只要担一个心就是 希望你们全家 你个人将来都是能够健康 幸福 平安 圆满就行了 保险你有了嘛 你不是有社保 还有爸爸照顾你 姐姐照顾你 是吧 那东里更不用说了 这个律师 保的钱可多了 连小迪的钱都保了 是吧 那远远他人从乡下来 连社保都没有 什么福利都没有 所以我心想 我要用什么办法 让他能够安安心心地 过日子 安安心心地工作 我就给他保了个险吧 爸 您给他交学费 给他买保险 您对他怎么怎么好 认他做干女儿 我都无所谓 只要您高兴 我们怎么着都行 但您想过吗 想过我们的感受吗 您总是说 要和睦相处 要平等对待 现在在您的心里 我们三个人的位置 是平等的吗 是公平的吗 何解我们今天来 是听您公事的 现在在你的心里 只有这一个女儿 我们两个什么都不算 您太过分了 我祝福你 小李走 我都还没吃 吃什么吃 我 我太过分了吗 我 我哪儿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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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我不上了 你周爸爸学费都给你交了 你怎么不上了 我不想让周爸爸为难 今天晚上都闹成这样了 也许把这学费退了 他们父女关系就能缓和点 就算我上这个学 我觉得我也不能心安理得 我觉得对不起周爸爸 月月 你能这么想吗挺高兴的 说明你长大了 值得体谅老人了 可你周爸爸也是一份苦心啊 他不是希望你能对学来本事 能拿个文凭 将来这工作就可以步步高升 越干越好吗 可我看他现在这样 我心疼他 我那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表明一下咱们姐妹的态度 还不是以为我变聪明了 本来见他我就一肚子火 看他装的那副可怜相 我心想 不过又是新的陷阱吧 我就立刻改变了态度 有长进 你现在的智商 已经能赶上最聪明的狗狗了 我是有正常智商的人类好不好 被情商拉低分了 接下来你要沉住气 不能乱发脾气 有事呢要及时和我商量 知道了 妈 我看得出来 周爸爸他是真的心疼你 真的爱你 你这辈子过得太苦了 你有这么一个男人爱你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希望 你下半辈子能够幸福 从小 从小我就不懂事 你就为我操碎了心 长大了 工作了 我还捅这么大的娄子 你就一直在给我还债 我想为你做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不知道做些什么 我保证 我以后好好对你和周爸爸 等你俩结婚了 一定好好笑什么 你 会怎么知道 你会有这样的心情 你会有这样的地儿 又在那里 那你就会有这样的地方 那你会有这样的地方 跟我标签 精打采的 没睡好觉 没 为什么没睡好觉 我拉着我妈聊天聊晚 是吧 妈 聊什么天睡觉都不睡了 什么事小刘 还不就没点事 干吗呀 别再操这个心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事情就这么定 让圆圆搬回来 万一 万一东里那边真要什么的话 我说了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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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 月月 我跟你说件事 你千万别害怕 什么事啊 咱们家有鬼 有鬼 有鬼 大白天打了鬼 太逗了你 我说的是真的 他就在你身后呢 什么都没有啊 你别吓唬我 逗我 拿进里边去了 这什么呀 看见了吗 有个东西在动 对啊 他上你屋了 这儿就有一个 复仇之魂 二十二岁 你看 他还在动呢 动 动去哪儿了 看见了没有 动在你这边是还有一个呢 冲你笑呢 你这屋怎么到处都是鬼呀 动小姐 你干吗 别动 怎么了 那儿呢 那儿呢 哪儿呢 哪儿呢 那儿呢 就在 就在你身后呢 原来他还撩你头发呢 他还撩你笑呢 你感觉不到 他还摸你的 你没看见吗 摸哪儿啊 你没感觉到吗 撩你头发呢 那个还冲你笑呢 你感觉不到 啊 我眼前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说 你是不是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这个还动呢 还亲你呢 动小姐 你不是吓我吧 谁吓你了 你自己看 这是高科技 新发明的 你要相信科学 懂不懂啊 别跟着我 别 别跟着我 走 走 走开 快快快快快 走 走 走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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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这是 妈 妈 怎么了 妈屋子都是鬼 都是鬼 哪有鬼呀 什么鬼 什么鬼啊 冬小姐她拿抓鬼软件 抓着鬼了 她说妈屋子都是鬼 她动你玩的 跟你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 这是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就是给人玩的 是真的 我都看到了 冬小姐说了 那些鬼都是冲我来的 媛媛媛媛 别烂跑 媛媛 小刘 把她追过来 追过来 我看她真的是吓到了 别闹出事来的 手机在了没有 在 我打电话给东西 让东西向回来 小心点 闹什么东西 姐 媛媛来了吗 媛媛 没有啊 怎么了 蒙我是不是 是不是蒙我 干吗蒙你啊 出什么事了 你把媛媛藏起来了吧 我怎么可能 你自己看 你自己搜 我这儿能藏媛媛吗 媛媛不见了 不见了 媛媛不是你带着呢吗 哪儿去了 这个废话不见了 我给她打电话 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 我已经打过一百遍了 关机 那怎么办哪 赶紧穿衣服 跟我找她去 行行行 我跟着你找去 去啊 关机你可是找不着她了 怎么的 你别去了 你到底让不让我去啊 我是说你在这儿等着她 万一她回来 她来了你还给我打电话 行行行 你去吧 去吧 她来了我给你打电话 你给找回来啊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不是 你搞这种恶作剧 你把媛媛给吓得干什么 爸 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她为什么害怕呀 因为她做了亏心事 她做什么亏心事了 媛媛说得不错 你果然说人家是做贼心虚 咱们远都不说 上回那插线板的事 我还以为你会自己反省过之后 就认错了 结果你现在你看 这叫变本加烈 你把人吓成那样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你吓我我也受不了啊 那是她自个儿胆小 什么胆大 你也不能这样 胆小 她胆是小 你有什么不高兴你直说 你有什么不动快 不都把你告诉爸爸 是 我是不痛快 爸 你给那个所谓的干女儿 买电脑 交学费 买保险 你还没给我买呢 你什么没有 你什么都有嘛 保险也有 电脑也有的 还有这么多人保着你 她没有的 她 我不这么说 好不好 你要真想要个电脑也好 你要个保险也好 我给你买个好一点的保险 再买一个 我不要 你看又不要了 我承认 我就是故意吓她的 因为您让我对她羡慕嫉妒恨 你这是 你 你不能因为这样 孩子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 我记得我女儿是一个很磊落的孩子嘛 我也认为您是一个好爸爸 遇到事情应该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孩子 好好好 你既然讲到信任 那我问你 你信任爸爸吗 你不信任爸爸 你不信任爸爸找的保姆 你不信任那个保姆本身 你也不信任保姆的女儿 你最近还有好多事都不告诉爸爸 那是不是也不信任我 我不是怕您担心吗 担心什么 你这样才让我担心呢 爸 你别说我的事 咱们现在说的是李媛媛的事 这不关媛媛的事 这是咱们父女俩关系的事 怎么不关她的事 要不是她挑拨 您能生我的气 还有上次插线板的事 他们就是故意陷害我的 怎么连陷害都出来了 你这 你干吗那么认死脸呢 爸 我一定会拿出证据给您看 证明我没错 不 你这事你就别再操心了 拿什么证据还 越想越歪了 喂 小刘啊 什么事 不见了 媛媛不见了 那 不不不 你等我等我 我马上赶过来 东孝 东孝快点跟我一块出去 有要紧事 小刘 怎么样 没有 那都没有 这电话也不开机了 我就接了个电话 他跟我说妈我走了 您别找我了 这没头没脑的说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那这怎么会这样呢 是我再打手机他就关了 他说满屋子都是鬼 到处都是鬼魂 就跟你找了磨叉的 刘阿姨 你去哪儿找了 到处都找了 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 小刘 不急不急不急啊 你还站这儿干什么 你是不是该打几个电话 多找几个朋友 帮忙找找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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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只能回屋子 等台消息啊 不要急 一定会找到 一定会找到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进化电话中的母亲 死江桥花 张经理 你在哪儿 肖骁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你先别急啊 我已经发动 我周围所有朋友去找了 我把媛媛照片和电话 都发给她们了 肯定能找到 就这么大点地儿嘛 别着急了 我能不急吗 这事都怪我 要不是我吓她 她也不能离家出走 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该怎么办呢 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笑笑 你再好好想想 媛媛有没有一些 认识的朋友或者同事 或者她有一些 经常去的地方 你再仔细想想 还能去哪儿 怎么办呢 找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找不到 光这么找也不是办法呀 笑笑 其实那天晚上 你别跟我提那天的事 不说就不说 那你也别总躲着我呀 我没躲着你呀 我 我今天不来找你帮忙了吗 笑笑 其实你今天能找我来帮忙 我特别高兴 真的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也不早了 要不咱们先回去跟周叔叔 刘阿姨会合 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再做决定 好吧 不急啊 不急不急 这么多人去找了 一定会有消息的啊 好�� 哎 怎么样 找张吗 您告诉我 她经常去的那几个地方 我都找过了 都没有 怎么办呢 要不咱们报警吧 不能报 不能报警 再 再 再等等 再等等 也是 这不到二四小时 人家也不受理啊 那怎么办呢 刘阿姨 您问过原人的几个同事吗 同事 我一招就没问 我去问问 我陪她 先不急啊 先不急 不急 一定找到 我一天都没见到圆圆了 那 她能在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她 有 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年男子来找过她 她是谁 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 戴一个军项链 想起来是谁 前两天 圆圆让我帮她寄过快递 好像就是寄给那个男的呢 快递单还在我这儿呢 要不然我拿给你们看一下 好 这上面有个名核地址 你看一下吧 师傅 这个人是什么 它在第三个棚子里边呢 谢谢 我妈来找我 当然了 你一跑你妈肯定到这儿来找我呀 那她还会再来吗 你说半会儿不会了 这好容易费那么大劲把你送进周家 我怎么忘初跑呢 我只能忘初跑啊 我妈你还不知道吗 都这会儿了她也不帮我吗 那我不得自己想办法 那我就跑啊 那我一跑 我妈不得哭吗 她一哭老爷子不得着急吗 她一着急 她不得骂她女儿 她女儿不得跟她吵 吵来吵去 轻生的也扛不住啊 是不是 看来这老东西 还真拿你妈当回事啊 那倒来吧 比你当回事 比你呛一百倍 看来这回 得兴许行了 你啊 干脆你也别回去了 你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住几天 让他们好好招着急 你吃饭没有 没了 一天都没吃东西 行了别说了 我给你打饭去 打好吃 一天都快点 我们都没吃得到 我们都能吃的 好 想 Cruz 圆圆 你怎么在这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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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我是你冬孝姐呀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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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 我知道 圆圆 我是你冬孝姐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你怎么了 你别碰我 我是冬孝姐 你是谁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圆圆 是不是一个男人 把你带到这儿的 男人 男人 什么男人 什么男人 我怕 他妈怎么了 他妈怎么了 我怕 我怕 你别怕 有冬孝姐呢 你还留着干吗 赶紧给我爸打电话呀 你别怕 冬孝姐 喂 叔叔 圆圆找到了 你说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呢 我哪知道啊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这样了 他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 你看到他 他就变成这样 对呀 行了 老赵 他也许睡一宿就好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守着他 没事 刘阿姨 我来吧 你跑一天了也挺累的了 你先回去我来 小刘还是让冬孝先看着吧 你也够累了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你休息够了再来换班 那一会儿来换你 有什么事马上告诉我吗 哦 圆圆 李圆圆 他们发现威胁不到你 肯定会有下一步行动 干吗呢 没听打采的 会议还有一天就结束了 到时候放你个大家 让你回家追媳妇 大伙儿 你姐那么自信 咱们一定会赢吗 当然 姐 我们在一个工地 找到李圆圆了 可是 她疯了 疯了 真疯假疯啊 她怎么突然就疯了呢 我也不知道啊 找到她的时候 她就已经疯了 然后 她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这个时候疯了 哪能这么巧啊 想想他们以前 干的那种事 这种人的骨子里 就带有疯狂投机的基因 冬孝 咱们这次是遇到狠角色了 你要格外小心 保护好自己 姐 你没看见爸看我那眼神 我从来都没见过 他看我 跟陌生人一样 不 跟仇人一样 爸的工作我去做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就是要弄清楚 吕媛媛是真疯假疯 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向我汇报 别过来 别过来 媛媛 媛媛 别过来 媛媛 媛媛 别过来 媛媛 媛媛 小刘 你抓紧她 干脆 干脆 我要爸爸 都这样 压着 压着 我要爸爸 爸爸在这儿 媛媛 爸爸在这儿 媛媛 爸爸在这儿 媛媛 爸爸在这儿 不怕 不怕 爸爸在这儿 媛媛 过来 爸爸 对 一天不吃东西了 来 吃点东西 爸爸 来 吃点东西 她还有一点认我 爸爸 认我 认我 好 来 媛媛 再来一口 爸爸 爸 刘阿姨 真的不用带媛媛 去医院吗 爸爸 她这是吓的 又不是精神病 刘阿姨 我不是说媛媛是精神病 但她现在这样 我觉得应该去医院看看 检查检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呢 爸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小刘 你看 别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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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媛媛 别招了 别招了 媛媛 别招了 别招了 媛媛 别招了 媛媛 别招了 媛媛 好好好 媛媛不怕啊 不会有人来 不会有人来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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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不去 爸 你这是害她 不是爱她 你看看 你看看她 精神恍惚 反应迟钝 她要真得了精神病 赖在咱们家 谁管她 谁照顾她 谁负责 咱们家要多了个累赘 我是个累赘好不好 你怎么那么说话 你到现在还讲这种话 你关心关心她好不好 你倒杯开水也好 滴着哭 滴着哭 讲不完你 你给我吼什么吼 她又不是我害的 你吼什么呀 你看你那眼神 您抱着是别人的女儿 我才是您的女儿 你说什么你 你们俩都是我女儿 你是我亲身女儿 她是我情意上的女儿 爸爸 媛媛 不怕 你还躺着吗 好 你快躺着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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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种事情 不是很多家庭都有吗 你不认爸爸还是要认 你怎么不明白这道理呢 我也是为了她好 我就是不明白 你看这孩子 老是抓我化尾她 老周 你不会带她去医院吧 她从小就怕上医院 应该不会 你看她这样啊 就是受了惊怕了嘛 那到医院去也未必有用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亲情围绕在她旁边 慢慢她就会好 是吧 出不了事 我们俩好好照顾她 比什么都好 媛媛 媛媛不怕 媛媛不怕 人真是受不了惊怕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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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接我电话 以后也别想让我接你电话 雨月 失望了吧 你也没落着好处 这些日子下的功夫 看来也没白费 怕是有些人 要枉费心机了 监控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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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那天周冬孝来公司 我抓到王小燕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偷看咱们的设计图 当时我没戳穿他 我就等现在呢 我没赢 他就必须得输 电脑前两天出问题了 我重新装了一遍 估计视频都没了吧 怎么回事 还找不找得回来啊 我又不是系统工作室 不是 这方面我不正常 这家伙运气也太好了 头儿 现在这个结果不挺好的吗 老总也说了 我们两个组的设计方案 各有前秋 这两个组也不会合并 他偷看我们的设计图 这事我必须跟老总说 头儿 做人呢别太绝 蛋糕就这么大 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我就是撑死 我也不给他吃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头儿 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吗 等这个会议结束 我就忙我自己的事情 那么现在 我要拯救我的婚姻了 对不起 咱们 签 签一步 签一步 签 签 签是不是 探签多伤感情啊 把签带给我去的 想死我了 多少事也没看着你 你小心在不在上面 在 在是吧 嗯 好的 你确定现在要上去 他现在正在生气 生气 谁歇不倒 是不是那个男的又歇不倒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小迪啊 小姨父 有个小小的请求 不知小迪同志 能否满足我呀 那得看什么条件了 你又喝 好 只要你提 小姨父一定满足你 出去啊 嗯 张阿姨 喂 那个 月月怎么样了 还疯着呢 还疯着呢 你们从哪儿找着他的呀 在一个工地 找到他的时候 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听员宿舍的同事说 他经常和一个中年男人有来往 也不知道那男人是谁 中年男人 是不是长得那个瘦瘦的跟猴似的那样 我知道 怎么回事 对了 前些日子啊 我在院里头看见一个男的 跟刘希娜在一块儿 瘦瘦的那脸那像猴似的 我问刘希娜 刘希娜说 是他前夫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人 圆圆他爸 他爸 都不讨厌 林华 快点 跳啦 跳 没有 扨了 开球 则什么 难受什么 难受没有 这赶紧 那不是江耀华吗 对 那你们先回去我找了杨阳 拷展手机用户在中买每一种 怎么着啊 不好玩啊 跑出来了 里边太乱了 我出来清清清清 心情不好 姜佳 那天那事 还是要谢谢你了 什么事 虽然我没抄你的 但是也摆脱不了道徒的嫌疑 如果那个把柄落到余悦手里 我就惨了啊 那段视频现在在我的手里 我把它存起来了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这还准备找我算账呢 你本来就应该帮我 谁让你之前对我始乱终气呢 要么 你跟我干吧 我也看出来了 你也不想再跟那余悦干了 是吧 老姐爷 我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 余悦基本上不会对我再有什么想法 你呢 有把柄在我手里边 多好 就这样吧 姜小华 你不傻呀 就是说我们两个两败俱伤了 那你怎么一见 东笑就变得那么蠢 我蠢 我什么时候都蠢 你们两个都聪明了 请你们两个聪明人放我一马 好吗 别再给我添乱了 如果我不好过 你们也不会好过 那我问你 你跟余悦到底有没有名团 如果我跟余悦真的有什么的话 你觉得我会替你保守秘密吗 就是说 你在跟东笑 离婚前离婚后 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是吗 没有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问心无愧 那如果东笑 我是说如果 如果东笑在这个期间 跟别的男人好了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